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现年77岁的英国普普艺术大师Ellen Jones 创作数十年来经典不断 他的作品风格大胆 游走在艺术和情色边缘的女体家具系列 更在60年代末期掀起轰动 现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汇集Ellen Jones从50年代后期至今的经典作品 要让粉丝一次看个过瘾 身着情绪内衣的性感女郎化身家具 任谁看了都血脉崩张 这出自英国知名普普艺术大师Ellen Jones的女体家具桌 曾经在60年代末期掀起轰动 现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汇集他从50年代后期到现在的经典作品 举办回顾展让粉丝看个过瘾 出生于1937年的Ellen Jones以特殊视角呈现女体之美 她游走在艺术与色情分济 让人脸红心跳 从她手中雕塑出的超级名模凯特摩斯 身体线与特殊视角呈现女体之美 这一条充满诱惑 十足展现她对女性的细腻观察 从六十年代 她曾经当中的美术规则 能够以正丈的让人为十分大的 但在某程度上 他从中的美术规则并没有 也为他还在想 英文冠军ア似的办法 最后的概念是 截到民众酒色的积极 去帶著一種普遍的生命 去墊墊 現年77歲的Ellen Jones 用豐富色彩呈現 普普藝術的核心價值 這位普羅藝術的鼻祖 創作縱使橫跨了60年 依舊能帶來無限驚喜 中央設計者黃珍珍 倫敦報導 義大利崇尚美學和設計 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細節 也講究風格品味 時尚之都米蘭 最近舉辦生活風格展 居家生活用品的市場 百家爭鳴 參觀民眾只是花點巧思 就能讓家裡的每個房間 都能兼顧食用和時尚 上市員自威尼斯 穆拉諾島的玻璃燒製技術 17世紀以來風行歐洲 裝飾用的燈具 花瓶等玻璃器皿 迎合現代趨勢 奢氣繁複的裝飾 呈現簡單的線條 但是在色彩上 卻多了幾分亮麗 穆拉諾是一世紀的傳統 每個產品都在記憶中 七百年級的產品 我們在我們的企業 是在製作產品 對穆拉諾的傳統 穆拉諾的傳統 还要好看 就有业者推出新型咖啡胶囊机 食用还充满热情 这场米兰生活风格展 预告了今年再度流行起 缤纷色彩 意大利家居用品业者大转配色 调色的功夫 以亮丽的颜色让居家生活的气氛 变得更加活泼 中央世界的郑洁艺米兰报导 新加坡一年一度 庆祝农历新年的春道河畔活动 总是热闹滚滚 今年为了配合新加坡建国50年 春道河畔也以不同的形式 重温过去建国的珍贵时刻 并邀请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表演应景的传统民俗舞蹈 这次体育大学所带来的舞马 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台湾婚嫁 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婚嫁的一些形式的舞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台湾草根性的 就是镇头在庙会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那么把它艺术化 新加坡议员连荣华表示 希望透过春道河畔 勾起新加坡人欢度农历新年的美好回忆 进而凝聚社会的向心力 对新加坡人来说 农历新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然后也是我们建国 以及我们这个邻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迎接洋年到来 春道河畔活动在新加坡滨海举行 预计将吸引百万游客造访 主要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台湾艺术家在纽约街头大玩投影艺术 让美国纽约经文处大楼化身成投影布景 浪漫城堡飞翔鸟儿月染墙上 让生肖热闹的曼哈顿街头 瞬间多了些艺术味 美国纽约经文处首次举办 台湾创意新锐艺术作品联合展览 37位台湾刘美的新锐艺术家 运用各式新媒介展现创作 像是电脑 科技 装置 媒材等 展现台湾艺术工作者的创意 我们觉得纽约是一个大舞台 我们提供这个舞台给我们的年轻的学子 有最好的表现机会 我想这样一个状况 我希望说能够激励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在纽约有更好 更发光发热的表现 这是纽约经文处第一个最大型 结合新媒体艺术 新互动艺术 与建筑投影艺术的连展 策展人表示 创作者将异地生活的挫折 转换为创作动力 挑战自己的极限 这次连展吸引了艺术爱好者 桥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出席参观 张文良强调 艺术家别出心裁展现艺术的方式 不仅让人惊艳 更看到台湾艺术人才的才华与创造力 中央社记者黄兆萍 纽约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最近举行全球安全挑战与美国国安策略听证会 请到季辛吉 舒姿和欧布莱特 三位前国务卿 就当前国际局势和美国的世界角色 提出谏言 我们的事情之间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是 often described as one between a rightful power and an established power and there i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y and Britain before the war two successive American and Chinese presidents have announced their joint aim 基辛吉表示 美中关系的动向是当代发展重要因素 另外现今亚洲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 许多国家禁逐宣誓领土 导致区域不稳定和争端 年过90的基辛吉在1970年代 担任尼克森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 主导美国对越南和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 苏兹在雷根主政时期 依台湾关系法维系台美双边关系 欧布莱特则是克林顿时期的外交推手 三位20世纪后期影响全球局势的 美国最高外交官同时现身国会 引起高度重视 不过也有多名示威人士前来 抗议基辛吉在越战时期的政策 成为会场中的插曲 中央世界的廖汉原 华盛顿报导 空姐端上最新推出的飞机餐点 让人食指大动 餐盘上的主食以台式蒸萝卜糕 替换传统的白米饭 配上麻婆烧虾球 以及青蒜松板猪肉和虾软冰卷 充满浓浓开示风味的道地美食 透过台湾饭店餐饮集团和航空业者合作 将在今年2月 6月和9月飞上天际 我们准备了一个萝卜糕叫葡萝糕生 还有我们过年期间都要吃的一个小铃嘴叫麻烙 芝麻烙 那我们的一个 所有的菜市里面搭配起来都会有很多层次 因为台北是一个多元的景色 业者首度以三大传统节庆为主题 拣选宝岛各地食令特色食材 希望推广台湾在地美味 也巩固日本客源 今天我们便有纪念餐店 请各位享用 为了呈现符合企业品牌的创新形象 日本航空业者在菜色上有了经变化 也在去年重新打造空服云的制服 要在软硬体及服务方面展现企业的创新形象 并且将台湾的经典美味 提供给世界各地商旅享用 中央车记者江明晏 桃物院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联合国预定今年底在法国巴黎举办气候会议 要求缔约国说明碳排量等资讯 并且提出预期的减碳目标 渴望作为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文件 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迁行动的依据 台湾不是缔约国 依旧预计缴交报告 已是减碳决心 巴黎气候会议第一轮磋商 8号到13号将在日内瓦登场 更多相关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议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